7月13号晚 由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青年联合会 华侨大学联合主办的海峡两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 继短视频创作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闭幕 两岸19所高校的130位青年师生 与此间碰撞思维 分享创意 来自两岸的130名青年师生混合分为20个小组 聚焦家的影像 新的连接这一主题 经过7天的短视频创作营 每个小组提交一个参评短视频作品 最终经各小组汇报及评委会评审 共评出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三项 三等奖五项 优秀奖十一项 来自台湾淡江大学的于婷珍所在小组创作的作品 加你敢创出新意吗 夺得了一等奖 他说小组的四位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大家发挥各自所长 齐心协力 用短视频这一生动的方式来珍藏两岸青年朋友共同的回忆 组员都很友善 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出去玩 然后拍影片什么的 这个主题是加点影像新的连接嘛 那我们想要从就是我们的角度 把这些文化跟我们的理念融合 然后拍出来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更美丽的福建 也想要让就是带上这些台湾的学生啊 让他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美丽之处 然后想要把这个短视频变成一个回忆 看了就可以知道他们来过这里 然后也写很多东西是相似的 像家这样子 来自台湾联合大学的苏冠权所在小组创作的短视频作品 缘分摘得二等奖 作品讲述了五位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背景的同学 因缘分聚在一起 共同探访厦门泉珠的故事 来这边也是这种缘分 与人 事 物 看到的所有都是这种缘分 我参加这个活动是一定会跟同学分享的 因为很多欢笑与快乐 在台湾有一些梗来这边讲 我觉得大会的同学也会get到 因为其实文化都非常接近 所以其实台湾的同学不要怕 其实有歌和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大胆表现自我 然后和同学一起沟通 一起交流 一起成长 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据悉 海峡两岸高校文化创意论坛 自华侨大学2011年发起以来 先后组织了300多个团队 2600多名两岸青年开展活动 本次活动期间 两岸学子共同听取专家报告 探访厦门影视产业基地和MCN机构 考察大陆影视及网络传播产业 并携手伸入厦门 泉州的大街小巷 红砖古厕等联合创作短视频 记录家的温暖与感动 用影像的力量换起两岸青年情感共鸣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厦门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